新竹竹北分局爆发重大风际事件 一名女行警竟然在新竹市某养生会馆兼差进行性交易 甚至还成为店里的红牌 该名女警因为长相甜美 经常代表分局在外进行犯罪预防宣传 没想到却疑似仅值收入无法负担生活开销而非法兼差 因为处众外表还被封为颜值服务双料冠军 而事情会爆发是因为有民众前往消费时 觉得这名女警很眼熟 专案小组趁女警到养生会馆兼差时跟着埋伏 没想到真的当场逮到自家人 女警兼差其实有不少同事感到很讶异 因为到班记录都很正常 看起来也很忙 没想到随着事件爆发在追查 上班签到记录也疑似有造假状况 事后该名女警已被计大过调职 列为加强辅导对象 有更深入的消息 也将持续为大家做进一步报道